最近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 给家里弃了一台电视 担心弄坏还选择了保驾 结果万万没想到 还真给我弄坏了 虽然有保驾 但是快递公司却不给赔付 理由让我有点哭笑不得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仔细来分享分享 我这一次的糟心的经历 快递的坑相信很多人都踩过 你没踩过你肯定也是听闻过 热搜上面经常会出现 什么快递丢失 快递损坏等等一些这样的新闻 快递公司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来摆脱赔偿的责任 以前我也说跟那阿姨一样 经常看个新闻看看别人的故事 但是这一次这件事情 真实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了 我被得包物流给好好的上了一课 事情是这样的 过年回家的时候 看家里的电视尺寸有点小 刚好我们办公室有一台闲置的电视 想着就寄回去给替换一下 经常用顺风寄快递 所以说就先咨询了一下顺风 结果顺风很早之前 就已经不接收个人的那种搭建物品了 像电视它是不接的 所以说我平时的寄搭建都是找德邦物流 已经寄过很多次了 包括一些电视也都寄过 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损坏 或者说什么不愉快的情况 所以出于信任 这一次寄电视 我自然也是选择了德邦物流 流程跟之前也都是一样的 线上小程序下单 填写信息 选择保驾 然后再选择打木架 然后快递小哥就会上门来取件了 检查你的物品的情况 然后小哥就拉走去打木架 然后打好木架以后 会发照片过来给你确认 接下来就装车运走了 大概都是这样的流程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过了几天 物流到了 是上午送到的 我也交代过家里 一定要当面开箱验货 但是快递员当时的说辞就是 箱子又没有烂 不用验货了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家里老年人也没有这么多 避坑的经验 就听信了快递员的说辞 因为收件地址是在东北 二月的时候 东北的天还是很冷的 连下十几度 像这种电器 从户外拿到屋里 是不能直接通电开机的 因为内外的温差比较大 缓霜的过程 会产生水 就有可能会导致 电器的短路 东北人都知道这种事情了 所以家里人收到电视以后 就担心缓霜受潮 所以就在客厅里面 放了一下回暖 然后再通电 结果等到下午一通电 不出意外的话 就果真出了意外 电视外屏有一处裂痕 然后通电之后 发现内屏已经被压坏了 然后我收到家里人的反馈 当时我是丝毫都不慌的 咱可是有保驾的 对吧 于是我就查询了一下 保驾理赔的流程 然后我就联系了 当时派送的快递员 就是东北那边的快递员 要求对方做异常签收 这样的话 我才可以走线上的 理赔流程 结果快递员 是一问三不知 他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做异常签收 结果就把当地的 网点的负责人 推给我 让我们自己电话沟通 好吧 自力更生也不是不行 联系完网点的负责人之后 电话讲清楚我们的诉求 然后又加了微信 提交了这个照片的证明 心里想着 咱们就各忙各的 等待理赔就可以了 好 时间过去了一周 对面的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心里想着 要不咱催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呢 网点负责人呢 把微信给删了 这也没关系 在日常没有什么交集 办完事直接删掉 也能理解 对吧 不慌 这个时候呢 咱拼的就是心态 重新发出了这个 好友的请求 询问了这个理赔的进度 配合他们走完这个流程 然后呢 我就接到了这个理赔专员的电话 可惜呢 当时iPhone没有录音啊 这个这段是没有保存下的 这个证据 不慌啊 咱拼的还是心态 对吧 我说这个处理结果呢 我不认可 第一 这个外包装呢 是有个压痕的 是有一个洞的 我已经上传了这个照片的证明 这个怎么能够叫做 外包装完好呢 好 那么第二个 你们讲的那个所谓的免赔协议啊 不签的话呢 根本下不了单 你们是不是有强迫消费者 接受不合理的这个条约的嫌疑呢 而且啊 我既然签了这个免赔协议 那我为什么还要保价呢 对吧 这不是有冲突吗 然后理赔专员就说了 抱歉呢 你那快递外包装呢 是完好的 我们不予理赔 别慌啊 咱这时候拼的还是心态 一定要稳度 对吧 我说我跟你讲过了 我也提交证据了 这个外包装它不是完好的 咱不要降心吗 这个时候里边专业说了 之前讲的外包装是一个木架包装 这个我们已经确认过了 现在的话 您这边反馈说不同的免赔 咱们再反馈 然后明天这边结婚下来 再联系您好吧 外包装指的是木架 木架没问题啊 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木架完好 你要是给我打了一个木箱子 你要说的完好 我还能理解 这他妈是个木架子呀 你说的完好有个屁用对吧 我说这个木架 它打的又不是严丝合缝的 随便一个小键压一下 它不就坏了吗 李律证据说 很抱歉呢 这外包装是完好的 我们不予理赔 还是那句话 你发现没有 很多客服啊 他只会重复那几句话 谁听了这个血压都会飙升的 我反馈说 这个结果呢 我不满意 要求上诉 李律证据说 好 等一到七个工作日给您反馈 时间又过去了一周 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我就去后台看了一看 那个小程序的后台 一看 它显示理赔成功 心想 这个理赔成功也没个提醒 然后我就去看一看 钱有没有到账 翻了银行卡 支付宝等等 所有能藏钱的地方 都没有记录 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 我好像没有提供过 什么收款方式 他们是怎么理赔的 理赔给谁了呢 于是呢 我就赶紧联系 得帮物流的人工客服 经过漫长的排队 打电话的人还比较多 对吧 终于等到我了 经过一番沟通 客服的回答说 是没有查到打款记录 他没打款 然后呢 客服会帮我联系 这个理赔的部门进行处理 好家伙 合着这是暗度陈仓 直接跳过我 直接结案了 是吧 都没有打款记录 你为什么提示这个理赔成功呢 这个得帮物流公司 是不是对于这个理赔成功 这个词是有什么误解呀 是没上过学是吗 好 然后隔了一天 电话又打过来了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这一次呢 我拍了这个对话的过程 大家可以听一听 包装完好 有免费协议 所以这边是免费处理 免费协议是啥时候签的 谁签的 是您发货的时候签的呀 我发货时候签的 我为什么要保家呢 我跟谁签的呢 那这边呢 正常给公司反备吧 那么呢 免费协议是 签署的时间是 2月22号15点02分 38秒 你们对我的解释说 是幕下完整 那我请问一下 幕下是封的 我完全封闭了吗 幕下只保护了四边 那么多空 任何一个小家都可以 按得换 所以你们自己去理解一下 这个免费协议到底不合理 到底是不是有毒 在欺骗 稍费整个这个协议 嗯 我理解您的意思 那咱们正常 看公司反复 看公司这边的话 有没有二次 这边处理意见下来 我再联系您 您看可以吗 好 咱捋一捋啊 首先这个所谓的免费协议啊 根本就是一个强制操作 你不选择 根本无法下单 然后呢 我们仔细查看了 这个免费协议里面的内容 后发现 其实每一项条款呢 看上去都挺合理的 比如说这个外包装完好呢 不予理赔 听上去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德包硬生生的 给重新定义了 什么叫做外包装完好 这个意思呢 就是我给你的外包装 指的是他们打的那个木架 你计产品的这个纸盒销 坏不坏呢 我不管啊 反正呢 我们的木架没有碎 我就是不给你赔 所以合着我花钱保驾 保护的是你的木架 对吗 那经过这次事件呢 我才明白 原来不管多么合理的 这个霸王条款呢 只要你用好 这个博大精神的文字游戏 那物流公司呢 就永远是最大的赢家 那直到现在呢 这个问题依旧没有被解决 网上也查了一下 跟我同样经历 或者说相似经历的人呢 还有非常多 记快递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啊 那所以说 记电视这种大件产品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怎么 才能维护好 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呢 首先啊 德巴物流这种霸王条款的公司呢 我肯定是先拉黑了 其他公司的采坑经历呢 也欢迎大家来补充一下 那其实我也很无奈啊 也正在维权的这个路上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次造新的经历 等这件事情有结果了之后呢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具体的结果 大家也可以点个关注 事实上本无坑 踩的人多了之后呢 这个坑啊 就出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